哈喽兄弟们好 IOV国际邀请赛即将在27号开赛 全球各地共派出14支代表战队参加比赛 其中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来自KBL赛区的IG超玩会 最终究竟哪个赛区能够取得冠军呢 拭目以待 王者荣耀国际版也就是IOV 目前也出了非常多的英雄了 其中大部分都能在王者找到对应的英雄 但也有不少原创的角色 并且这些原创角色在赛场上的表现还不错 那么接下来本报就和大家分享几个IOV的原创英雄吧 物己的武器是一把太刀名为牙哥 这把武器被施加的诅咒需要依靠被动来解锁封印 物己对敌人造成伤害都会回血 并叠加朝向目标一方的印记 印记叠满四层后牙哥完全体解锁 解锁后物己造成的所有伤害全部变为真实伤害 一技能拔刀上挑对目标造成伤害和减速 在牙哥解封状态时 一技能变成了蓄力向前切割 二技能则是一段位移 物己向指定方向瞬移 到达终点后挥刀斩击 大招非常华丽 物己飞至目标上空 向地面进行三连斩 前两刀会对刀印碰到的敌人造成伤害和减速 第三刀向下挥砍 对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高额伤害 并且在落地时解锁牙哥完全体 当物己在空中时免疫所有伤害和控制效果 薰葵是一个拥有超远位移 同时爆发也比较高的刺客 每次释放技能后的下一次普攻会获得强化 伤害变高并且提高攻速 离谱的是每第四次强化普攻必定暴击 还会减少所有技能的冷却 薰葵的二技能向前抛出龙爪 抓住碰到的障碍物 并且根据摇杆来控制薰葵的下一步操作 摇杆向前波动是顺移到障碍物处 摇杆向左或向右波动 则是照着障碍物飞行 期间会获得霸体效果 如果撞到敌人则会停下 对敌人造成伤害和飞飞 一技能向前突进并且挥舞龙爪 对目标造成伤害的同时 还会恢复自身生命值 当在飞行时 一技能可以选中一片区域落地 对范围内目标造成飞飞 同时自身获得护盾 大招熏葵跳起 然后向后位移 对前方举行范围内敌人造成高额伤害 跳起期间不可选中 除了以上两位原创英雄 还有一位是即将上线的新英雄 令月 并且这位英雄在网者中也有对应的角色 先看看技能连招 没错 这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干将墨爷 诶 不对 准确的说只是墨爷 不过令月的技能 虽然看起来和干将很像 但改动了很多细节 一二技能和干将一样 但被动却完全不同 令月的被动是当一二技能释放两次后 会立马刷新一二技能CD 并且一二技能会获得强化 没错 这个强化效果就是干将墨爷的大招效果 也就是说令月可以在一级就能实现四剑 而干将的后撤步击退 变成了令月的大招 距离和范围变得更大 大招的被动也是和干将一样增加视野 兄弟们觉得令月和干将 谁的技能设定更强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波 奥对了 LOV国际邀请赛即将在27号开赛 有梦类带队的Edge抽完会 也会代表咱们KPL赛区参赛 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波 下期见了